只要满足这三点 柴油车在寒冷的北方 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你开的是柴油车 或者以后要买柴油车 一定要点赞加收藏 以免以后找不到了 基于我去年开柴油车 去环游中国的这趟旅程 在最冷的时间 去了最冷的地方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小妙招 OK咱们先说第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到了东北的话 我觉得柴油车 只要你加了-35号的柴油 在东北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在东北的时候 不管是零下30多度 还是零下40度 其实我把车放在外面一宿 第二天早上都是能正常启动 这点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用太担心 第二点呢 就是检查一下你车辆的车况 车况不好 也会导致你车辆第二天 无法正常启动 需要检查的呢 第一个就是机油的标号 正常我们夏天去加的是 5W或者10W的机油 其实5W的机油呢 最低能扛到零下30度的温度 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的时候 我建议换到零W的机油 零W的机油呢 能扛到零下35度 虽然差了这5度 但是关键的时候 还是很有用的 与此同时呢 需要格外注意的 就是车辆的电瓶 当电瓶使用的 年头足够长的时候 在极寒的时候去招车 那你的启动电流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打不着了 所以呢 我觉得电瓶是需要定期检查的 第三点呢 就是要注意车辆的尿素 现在所有的国六排放的柴油车 都是要加尿素的 但是没有尿素的话 这辆车根本就无法正常的启动 那尿素的冰点呢 是零下11度 很多车型都自带了尿素罐的 加热的装置 如果你的车没有 那你就去买一套 给它加上就OK了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要长期在东北区 使用柴油车的话 我建议啊 要租一个暖库 其实呢 有一个暖库真的要方便很多 第二天你早上去招车的时候 车辆真的可以一把就可以招 同时呢 车里面还相对暖和一些 不用上车一直打哆嗦 所以其实有一个暖库 还是很方便的 尤其在东北地区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那你的车去年在那边没有暖库 你是怎么来过冬的呢 我在东北最冷的时候 待了好几个月 那我的操作方法呢 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从酒店出来之后 先去停车场 把这个车的柴油注车 加热器给它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就可以锁车 然后回酒店了 大概等了15到20分钟 有的时候 我需要等到30分钟 再出去继续去看一下 这车辆的状态 我的柴油注车加热器呢 其实它起到了三个作用啊 第一个呢 就是它是循环车辆发动机的 一个小循环 小循环的这个防冬液呢 帮发动机进行的一个预热 这样的话 我去着车的时候 实际上发动机是一个暖机的状态 第二个呢 就是柴油注车加热器啊 它的排气管 实际上是一个高温的 一个燃烧的废气嘛 而这个排气管呢 我做了一个压嘴型的一个导锋板 让这个导锋板 一直对着油里壳去锤 那其实它排出来的热气 我也不糟蹭 让它去把油里壳加热 这样的话 在我启动的时候 油里壳里面的机油 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温和的状态 其实招车也会更方便一些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柴油注射加热器 它循环的是车辆的一个小循环 其实它把车内的暖风水箱 也进行了一个循环 那我上车的时候 实际上就有暖风了 所以其实柴油注射加热器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我在东北用车 我觉得最理想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改装件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给我私信 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回答大家了 拜拜